大家好 这期视频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鼠标是如何控制屏幕上的指针移动的 为什么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屏幕上面的指针也会跟着移动呢 我们现在用的鼠标基本的是光电鼠标 我们把鼠标翻起来 就能看到下面是有光发出来的 这些光首先会经过棱镜 照着桌面上或者是鼠标垫上 然后上面这个黑色的光级传感器 就像照相机一样不断的拍照 但当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拍照的画面也会发生变化 通过和前一张画面进行比较 就可以计算出鼠标移动的轨迹 或者是坐标 最后再把坐标报给CPU CPU再控制屏幕上的指针进行移动 就完成了对指针的控制 但刚才移动鼠标的时候 明明是一条弧线 为啥屏幕上的指针在移动的时候 怎么变得那么声音不连贯呢 这个就像咱们画圆一样 如果给的坐标少的话 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圆 如果给的坐标多 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圆 所以只要让鼠标给CPU更多的坐标 CPU就可以让指针移动的更连贯 自然 那怎样才能给CPU更多的坐标呢 咱们只需要让光学传感器拍更多的画面 之前一秒钟只拍三张画面 只有两个坐标发给CPU 现在一秒钟要拍上千张画面 有上千个坐标发给CPU 自然指针在屏幕上就移动的更连贯 自然 这就是鼠标的工作原理 视频的最后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网站和微信订阅号 好 好 好